黄荣死后 郭靖娶了谁 此女诞下二子 一子成隐士 一子远走他乡 那时武士兄弟不自量力 仅试图潜入蒙古大营 刺杀忽必烈 中宫败垂成被蒙古士兵生擒 为了救回武士兄弟 郭靖带着杨过闯入了蒙古大营 此时的杨过心怀鬼胎 对杨康之死耿耿于怀 然而忽必烈见了郭靖却是真情流露 书中是这么写的 想起少年时与拖雷情深一众 此时却以阴阳相隔 不仅眼眶一红 险下而掉下泪来 忽必烈下作相迎 一一道地 说道 先王在日 时常言及郭靖叔叔英雄大义 小只仰慕无疑 日来得赌尊严 十位生平之愿 郭靖还了仪 说道 托雷安达和我情于骨肉 我又是母子俩脱臂成吉思汗麾下 吉障令尊赵福 令尊英年 如日方中 不亦霍尔谢氏 令人思之神伤 说着不禁泪下 忽必烈见他言辞啃至 动了真情 也不由的伤感 不难看出 忽必烈和郭靖都是性情中人 要不是因为兵戎相见 二人必是亲密无间 十三年后 杨过带着小龙女不知去向 而忽必烈则率领十万铁骑 将襄阳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由于武修文 武敦如两兄弟的倒戈相像 襄阳城被蒙古人攻破 黄荣战死沙场 郭靖则站至历劫 被忽必烈麾下高手生情 让郭靖没有想到的是 一起死在了襄阳城 正当郭靖满腹疑惑之时 忽必烈却带着郭靖见了一位少女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忽必烈年纪最小的妹妹 伯儿之今独木干 原来忽必烈对郭靖 抛弃华正公主一事耿耿于怀 他认为郭靖当年 既然成了蒙古的金刀驸马 又必须言而有信 于是忽必烈喊了独木干过来 将它取配给了郭靖 此时的郭靖得知 襄阳城破可谓是心灰意冷 加之郭靖听文黄荣战死沙场 更是万念俱灰 因此郭靖平日已是茶饭不思 又怎么会恳取独木干为妻 好在忽必烈也不急 他对郭靖极其敬重 不仅以礼相待 还嘘寒问暖 让郭靖渐渐回心转意 数年之后 郭靖终于点头答应了这门婚事 只因郭靖后来打听后得知 中原各门各派都以为郭靖为国捐躯 既然郭靖这个人已不在世上 自己又何必活得如此执着 如此辛苦 当然郭靖的经历并非无中生有 好比杨家将的杨四郎 他就曾被敌军所扶 最后娶了对手的公主为妻 有趣的是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出现了两位奇人 他们多半是郭靖和独木干所生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谢迅竟变成了降龙十八掌的三招 还将武功传给了张无忌 张无忌说道 义父跟我说 他只会得十八掌中的三掌 是跟一位江湖隐士学的 但他总觉得其中的变化有点不大对头 想是其中真正奥秘之处 那位隐士也是没有体会到 这位江湖隐士是谁 为何能练成丐帮不轻易外传的降龙十八掌 如果将这位隐士理解为郭靖之子的话 不就解释得通了 毕竟此子知道自己的身世 不愿意真面目视人 这才隐姓埋名浪迹天涯 此外 丁庸还在书中这样写道 波斯总教有一位静善使者 原是中华人士 到波斯后久居其地 入了名教 波剑功勋 娶了波斯女子为妻 生有一女 这位静善使者 于一年前逝世 临死时心怀故土 一命要女儿回归中华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清楚 这位静善使者 诞下一女 他就是紫山龙王 可奇怪的是 紫山龙王自小生活在波斯 却知道屠龙刀 何以天见的秘密 为了追寻屠龙刀 何以天见 紫山龙王不惜千里 来到冰火岛了 找到了谢迅 他还化身为 金花婆婆处心积虑的 找灭绝师太比武 紫山龙王 为何知道屠龙刀 何以天见的秘密 答案很简单 那位原是中华人士的 静善使者 正是郭静的第二个儿子 郭静死后 子子不愿待在中原 也不愿回蒙古 反而远走他乡 去了波斯 临终前 静善使者 将屠龙刀 何以天见秘密 尽数说给了女儿 紫山龙王 这就能解释 紫山龙王 为何能洞悉 屠龙刀 何以天见的秘密 当然